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封为铁帽子王 后面三位均被慈禧所封 公亲王一心因为协助慈禧发动新有政变 斗倒了辅政八大臣 帮助慈禧掌握政权有功 封为铁帽子王 纯亲王一宣 在同治帝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 慈禧担心自己大权旁落 于是将纯亲王一宣之子 载田过继给咸丰帝为嗣 以载纯弟弟的身份继承了大统 也就是光绪皇帝 富以子贵受封为铁帽子王 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庆亲王一筐 是所有铁帽子王 含铁量最高的一位 那治国理政的能力平平 末代皇帝溥仪极其厌恶他 要是给他打上标签啊 肯定有什么运气好啊 贪财啊 卖官欲绝啊 阿谀奉承啊 卖国啊等等 有人就会好奇啊 这么一个能力平平 人品低劣的人 怎么混到铁帽子王呢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铁帽子王 庆亲王一筐逆袭人生 爱心觉罗一筐 是乾隆皇帝的曾孙 爷爷是乾隆第十七子永林 也是第一代庆亲王 之后啊 庆亲王爵位由永林第三子 绵敏承袭了 受帝将承袭的约束呀 绵敏承袭的爵位为庆郡王 绵敏去世以后没儿子 道光帝呢 就把乾隆第六子永玄的孙子一采 过继给了绵敏为四 并承袭绵敏绝位 一采在扶桑期间呀 纳窃而被夺了绝 此后啊 庆君王的绝位又转交给永林第五子 绵敏来继承 一筐之父 就是永林第六子绵敏 那于此同时呢 一筐的父亲绵敏 在一采被夺绝了后 曾经通过贿赂 企图席绝 哎呦 而被发配圣经 这一筐啊 那就成了最终之后了 上次来看 这庆王爵位 一筐基本上就不用惦记了 然而啊 好运来了 什么都挡不住 免替也没儿子 于是道光将一筐 过继给了免替为四 承袭绝位 庆王的绝位 经过三次降等传承 再加上期间多次受罚 到了一筐承袭的时候啊 已经降到佛国将军 这是宗室爵位 倒数第二的位置了 也正是由此 原本嘉庆把和珅的豪宅 转送给弟弟庆亲王永林 起初呢 一筐也生活在这个公王府 当时叫庆王府 一筐承袭绝位之后 仅仅是辅国将军啊 那你自然不能再住在亲王府了 所以咸丰帝将庆王府收回 转赠给了自己的弟弟 公亲王一新 这个一筐承袭家族绝位后 啪 触底反弹 这一筐最大的能耐就是 逢迎慈禧 哎呦 使得慈禧对他好感倍增啊 当时慈禧与公亲王一新争权 慈禧为了削减公亲王的权力 借着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 发动了假身一书 将一新 宝云和李洪宝等等军级大臣 全部罢处 逐渐启用了 一宣和一筐等人进入军机出任职 之后 兼任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大臣 主持于列强的外交事务 又接受海军事务 成为海军衙门大臣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一年 一筐更是被封为庆亲王 又在己害建储中表现积极 坚决支持废除光系皇帝 另立新军 一筐被慈禧太后啊 是为自己的心腹 还被加分为世袭网际的铁帽子王 权力和爵位已经达到了顶峰啊 于是他终于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圈钱运动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 有两位非常有名的贪官 一位是和珅 抄家抄出了八亿两百亿 另一位是庆亲王一筐 相比家于户晓的大贪官和珅 庆亲王一筐的名气就要小得多 但是一筐贪污的钱一点不比和珅少 1911年英国著名报纸泰晤士报刊发了 庆亲王外传的文章报出 庆亲王仅在汇丰银行一地的存款 就达到了两百万两之巨 据最后的统计 在清朝即将灭亡之际 一筐通过受贿所贿巨脸的各种财物 折合白银一两以上 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 要知道 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八千多万两啊 清朝末年国库空虚百废待兴 庆亲王贪污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辅一一句话道破远勇 收袁世凯的钱 劝太后让国 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 断送在一筐手里 真是什么钱都敢赚呢 举几个例子啊 一九零二年领班军机融入病重 袁世凯预计一筐将继任 于是呢 就下属持银十万两相赠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啊 袁世凯就投其所好 而且还是月有月归 节有节归 年有年归 不仅如此啊 一筐还通过卖官来敛财 当时凡是到一筐门下求官者 自然要献上大把银两 而且需交现金 一九一一年 一个部门的上书职位空了出来 一筐公开放出卖官的价格 白银三十万两 当时的首富盛宣怀 托人告诉一筐 怎么也想得到这一职位 但是一筐就表示 如果是盛宣怀想要买这个官职啊 那就要付出六十万两白银才行 后来盛宣怀是多方托人美颜 才最终以三十万两 买下了这顶五茶帽 武昌起一爆发后 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 无论是龙于太后 还是摄政王宰丰 面对如此危惧 不知如何应对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一筐 以形势危急为由 提议 启用袁世凯 随后在袁世凯的主导下 清廷与革命军展开了南北议和 为了促使清帝退位 一筐不惜出卖祖宗 充当逼宫的说客 极力主张溥仪退位 一筐事先已经收了 袁世凯三百万两难银的会 为了这点银子 他把自己的祖宗都给卖 只要钱到位 什么生意都敢做呀 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 一筐被宗室排挤 迁居到天津租界生活 直至生命结束 内务府本来打算 给一筐的嗜好为 哲 也就是知人善任 但是溥仪听完啊 当即表示 不同意 并且让内务府 从恶事中挑 后来还是一筐的家人 找到溥仪的父亲求情 溥仪才十分不情愿的 将嗜好改为 蜜字 即追悔前过 这也是庆蜜亲王的由来 可见溥仪对一筐仇恨之深呢 所以说一筐这个铁帽子王 是最水的铁帽子王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